在我们的生活中阻止上帝祝福的最快方法之一 就是相信别人一直亏欠我们并期望他们偿还 这被称为不饶恕 我很熟悉的一个主题 我想和你谈谈并给你我自己的见证 我不明白为什么上帝在我这么多朋友的成长过程中 自与他们充满爱与支持的家庭 而我却恰恰相反 我把我的人生和他们的做比较 在我内心生出怨恨之心 因为上帝没有给我像其他人一样 有支持他们的家人与亲朋好友 与其专注于上帝给我的东西 我专注于我所没有的东西 我走进了一个收集模式 我试图从别人那里 收集我认为对我有所亏欠的东西 我试图在别人身上去寻找我所渴望的东西 包括我从未有过的父母 当别人无法弥补我生命中的损失时 我再次心碎 你是否曾经也有这样的感觉呢 你是否曾经有那样的情况 你的人生与失望 把你带到一个地步 使你在寻找只有在主里 才能找到的人或事物呢 马太福音十八章中 讲述了一个人要求账目分明 他忘记了神圣的会计师 在生命册中 给予他的怜悯 远远超过了他所能够偿还的 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六至三十节 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 主啊 宽容我 将来我都要还清 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 把他释放了 并且免了他的债 那仆人出来 遇见他的一个同伴 欠他十两银子 便揪着他 掐住他的喉咙 说 你把所欠的还我 他的同伴就俯伏要求他 说 宽容我吧 将来我必还清 他不肯 进去把他下在间里 等他还了所欠的债 这个无情的人 想要从一个 根本无法偿还的人那里 收取债务 即使他的同伴请他宽容 但无情的人 以自己的眼目看人 而不是相信主 耶稣接着说 当这个无情之人的主人 发现他自己的债务被取消之后 竟然如此无情地对待同伴时 就大怒把他扔进了欠债者监狱 耶稣说 除非我们宽恕 否则我们不会被宽恕 当我读到这篇文章时 我意识到 我变得多么不公义 我变得多么自以为是 我变得多么像那个无情的人 我悔改并请求我的天父宽恕我 并帮助我宽恕其他人 我不再试图从人们那里 收集我认为是亏欠我的东西 以弥补过去对我的伤害的东西 正如西伯来书12章2节所说 仰望为我们信心 创始成中的耶稣 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 就轻看羞辱 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 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西伯来书11章6节说 人非有信 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 必须信有神 且信他赏赐 那寻求他的人 上帝喜欢奖励我们 我们是他的孩子 如果我们首先寻求他 而不是其他人时 他要祝福我们 当我们信靠他 而不是其他人时 当我们爱他胜过一切时 他要祝福我们 另一个阻碍上帝 在我们生活中的祝福的 是我们的想法 我们在想什么呢 我们可以控制我们的想法吗 或是我们的想法控制了我们呢 我们是否在为财物担忧和苦恼 而无法专注于其他事情呢 我们是否在孤独中苦苦挣扎 我们是否在各种处境中 找不到快乐呢 我们是否感觉陷入困境 并害怕我们无法掌控情况呢 我们的天父是如此的仁慈 他看到了你 他看到了我 他看到了我们的挣扎 并要帮助我们 我们可以在早上醒来 并这么祈祷 亲爱的天父 请帮助我们今天 默想你的话 感谢你的恩典 你的爱 以及通过你儿子 耶稣基督保险的救恩 所赐的永生的生命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诗篇十九篇十四节说 耶和华我的磐石 我的救赎主啊 愿我口中的言语 心里的意念 在你面前蒙悦哪 当我意识到撒旦要我相信 是我的思想掌控了我 而不是我掌控思想时 它彻底改变了我的心态 我发现我可以选择我所想的 所以我选择了感恩的想法 感谢上帝爱我 感谢上帝拯救我 感谢上帝保守看顾我 当我决定不让我的思想阻止我 得到上帝公义的祝福 生活中的平安和喜乐时 我做了一些重大的改变 我开始仔细注意 我在生活中听到了什么 以及听了谁说话 我停止观看一些电视节目 我不再阅读一些新闻专栏 我不再向朋友寻求建议 我学会了去了解是什么 滋生了我的信心和恐惧 一旦我的想法发生了变化 我的谈话内容就开始改变 对于参与八卦闲聊 我开始感觉不自在 更不用说去听或参与了 有一天当我读雅各书时 我意识到我有一个大问题 就是我的嘴巴 雅各书第三章告诉我 为什么我没有经历上帝公义 平安的喜乐的祝福 雅各书三章九到十一节说 我们用舌头送赞那为主为父的 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 神形像被造的人 送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 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 全员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 我的嘴是一口被污染的井 我不想再这样了 我要成为真诚的基督信徒 那意味着相信上帝所说的一切话 不只是那些让我方便的部分 当我不友善地谈论主理的弟兄或姐妹时 我是在不友善地谈论着 那位耶稣基督为他而死 为他流血 为他牺牲的人 因为真言十八章二十一节说 生死在舌头的泉下 喜爱他的 必吃他所结的果子 我已经用舌头的武器挥舞了一辈子 我下定决心说 已经足够了 我已经厌倦了吃那种有毒的果实 不 我没有暗中决定要保持沉默 我依然说话 但我成为了一个更好的倾听者 我仍然说的不多 并发现我从倾听中学到的东西 远远多于谈论 我们对上帝和其他人的期望 我们的想法 我们所听的内容 我们聆听的对象 以及我们所说的话 来自两口井中的一个 一口是被玷污的井水 伤害他人并阻碍上帝的祝福 另一口是赋予生命的活水 充满良善与上帝的公义 平安与喜乐 你要停止阻碍你的祝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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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